即是他們是用法文來取代中文 蛤? 所以我小時候以為法國人是南亞裔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不錯的 他們叫French Students 好 好厲害 好厲害啊你 大家都很厲害 你厲害一點 為什麼你這麼厲害的 哈哈 我也想知道 好厲害啊 大家好 又是我們水營狂想的第八集 我是以色列 我是三苗 我是近尼 其實不一定要跟那個次序 沒有 好像 FORMULATE 是的 香港這陣子好像 都緊張對不對 即是在疫情方面 大家都很緊張 也是的 是的 好像香港的 數字又好像回升了 是的 還有這陣子就是有很多 很多地方都開始說要封 就是突然間封 一些零類的抗疫方式 零類的抗疫方式 就是參考了一些北邊的地方的抗疫方式 而且又是 其實其他國家 是的 還有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 展現出來 這樣 很多很多新聞出來了 很多北邊 很多一些大家覺得 為什麼這樣做呢 這樣的思考在這裡 其中一件很出眾的新聞 就是說 某些少數族裔的香港人 因為他們的宗教原因 就有些東西不能吃 但是政府提供給他們的午餐 就有 有午餐肉 或者其他一些 他們根本就不能吃的東西 那就證明香港政府的文化敏感度 也有待改善 是啊 不單止文化 有時候好像 它封之前 那些少數族裔 都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樣 因為政府始終它那個 溝通的模式 主要都是用回廣東話 然後英文 然後可能 近些藥干年 就加上這個官話 但是 就顧及不到香港本身這個語言的多樣性 是不是連首語都沒有密啊 好像 首語也沒有密 是啊 就是我們之前 之前之所以做首語那一集 就是因為我們很少聽人說首語這件事嘛 就是每天那些記者會都是沒有的 好像 沒有啊 沒有 沒有寸譯 是啊 應該 港台某些節目就有首語的 什麼 是不是日常那些 可能會有 但是 是啊 還有一些新聞 重要的東西就 但是政府出的 就是他們自己的宣佈 那些都是沒有的 其實都是只有廣東話 有時候那些記者用英文說的問題就用英文回答 應該都有官話 好像 主要 主要都是這樣 主要都是這樣 我們看了年多的日常的記者會 都是來來去去都是兩種語言 那當然這個是主要的語言 但是 當去到一些可能真的關乎民生啊 尤其是 尤其是封區這些這麼緊急 這麼突然的東西的時候 那 真的有責任去到 令到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尤其是好像 他封開什麼區 可以說 佐敦 油麻地 深水埗 深水埗 北角也封了一次 北角 封北角是因為 Visa Center 哈哈哈 北角是這個 VFS Global 的地方 哈哈哈 啊 是呀 哇 哦 是呀 很久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是啊 佐敦 油麻地那些 都是比較一些 Diverse 的地方 就是比起 譬如說 我不知道 新界 或者港島 不是 又不可以這樣Diverse的 就是 如果說回字面意思的話 那 港島有很多那些 英文人啊 西方人啊 日本人啊 但是 是的 韓國人啊 那些喜歡住東區的嘛 哪些啊 中國 九龍就 不知道 南亞裔 就是油尖王就南亞裔比較多 元朗是多 油尖王 深水埗也很多 深水埗也很多 哦 是啊 那你這樣說的話 都應該 其實香港都很多不同的 語言的社區的 那始終 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在這裡做生意 那樣 這個是 本身的特色來的 是啊 但是好像 好像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來的 就是一些是來 做事 還有一些是來生活 就是雖然都是在一個 外地那裡住 但是 那個態度 那個心態好像是 有些分別 就是所謂 這個非常之虚偽的 expect 和 immigrant 的分別 沒錯 這個 有錢的叫expect 沒有錢就是immigrant 白色的expect 白色有錢的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 也未必是 就是有很多 其他族裔的人都是expect 如果他的態度 就是他通常是比較 有技能 比較有錢 有教育 那他來到這裡 做一些比較人工高的工作 然後他們的態度就是 他們只是來這裡做一個過客的身份 那來做幾年東西 賺一下錢 去一個比較 以國風情重一點的國家生活下 這樣 那就可能 就去第二個地方了 那就跟很多 真的在這裡落地生根 在這裡組織家庭的人 就 就都很不同了 嗯嗯嗯 是不是好像香港人 賺夠錢去加拿大退休 哈哈哈哈 都是過客 大家都是過客 大家都是過客 嗯 香港是一個過客的地方 那真的 因為香港 你由他 可能真的在二戰之後 香港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移民城市 你不要說真的 以前就是 中國不同地方 過來的移民 然後又有在一些 其他已經聯邦地方來的移民 這樣 因為很多都來了落地生根 但是很多 其實一開始來 都是想做一個過客的身份 但是留下留下 就已經就組織了家庭 就變成了 嗯嗯 是的 這樣 那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 那時候 六七十年代 會開始有一個 就是英國殖民地 它要說有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就是說 真的要加強你 你不是只有過客 你是真的在這裡住的 那你是一個香港人 那這個才開始慢慢 有一個香港的 就是出來了 哦 就是港英政府做出來的 都不是的 餘孽啊 餘孽啊 哎 所以我一向覺得 香港其實 和譬如說美國的移民社會 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是雖然 比例上我們是會一致很多 就是我們可能絕大部分 都是講廣東話的粵蕊 那但是 都是很多不同的人來 那然後他們一樣都是會 下一代落地生根之後 又會 在這個新的語言環境裡面 成長啦 那但是 那個分別就是我看到 就是譬如美國這樣 他們可能Second Generation 就是一代生一代 這樣已經完全融入了本地的文化 完全是流利英文 那但是 香港好像比例上 就會多些人是 還是會分隔開了 譬如說廣東話不是很流利啊 又不是很融入到香港 就是這個粵文化 那樣 其實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好看 他是哪一種的非粵人 就是如果是一些其他講 漢語的族裔 例如潮山 敏南 上海人 那其實他們的後代 都是 基本上完全融入了 就是這個廣東話的社群 但是反而一些 本身不是講漢語的地方 例如一些 就是南亞 東南亞 他們都 某程度上是比 就是一些漢語人 更加容易去保留 他們自己的群體的特色 還有其次是白人 白人更加 白人這個更加不用說 我覺得 完全分隔開了 對 真的完全分隔開了 很少會聽到一個 土生土長在香港 會說廣東話的白人 有很多是真的 香港土生土長 但是他們 讀書都是去國際學校 都是用英文 嗯 都是很難去融入 就是這個廣東話的社群 反而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有錢的 的移民 他們就是 迫著子女要讀 本地學校 那他們又和一些 就是本地的小朋友一起玩 那所以 他們就會更加多 有 懂廣東話這個情況 就比起其他的族裔 但是你如果比較 譬如說 南亞人和這個 潮汕人 這樣 其實雖然潮汕話 他的語言的距離 是近很多 但是 作為 家裡都不是說廣東話的 那之後都是去一些 本地的學校 那其實理論上 他們的exposure 或者他們學粵語的機會 都是差不多 那麼多 尤其是小朋友 學一隻外語的畫 就是很小的時候 他們都是靠接觸的 所以其實 學一隻近一點和遠一點的語言 其實應該分別不大 那 其實是不是他們 在教育上面的 選擇來的呢 而不是他們本身的環境 所促使的呢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 就有 一些南亞裔的學生 那每班有幾個 但是 上課的時候 他們很明顯是 分隔開segregate 就是他們會上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上法文課 之後 什麼 法文課 是啊 他們是上 即是他們是用法文來取代中文 蛤 所以我小時候以為法國人是南亞裔的 哈哈 這個 不錯啊 這個 他們叫 那 但是 即是他們就會上所謂的 Basic Cantonese的 他們就會用這個 學校的模式去學粵語 那就 你知道啦 尤其是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用讀書的形式去學一個外語 其實是沒有 只聽只講那麼快的嘛 而我們就會走了去學少少法文 所以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那個關係在哪裡 不過就很明顯是分隔開了兩群人 那 其他學校我不知道 那麼其實 那麼多小數族約 他們是去什麼學校多 不同的 即是 看他們家裡有沒有錢 對 看他們家裡有沒有錢 有錢就去國際學校 這是最大的因素 那有錢就去國際學校 那我也知道 有錢就去國際學校 沒有錢就去本地學校 因為之前我上過 小小的Urdu的課 他們那個老師的小朋友 他都是讀本地學校 有時候可能有些功課 有些要讀一些詩 不太懂 就問我們 這樣 也看到很多 南亞裔的家庭 他的小朋友 都是在廣東話的環境下成長 即是語言上面 和主流的香港人都是沒有什麼障礙 反而可能留在幾代的白人 反而他們的溝通能力可能會有些問題 即是只會英文 即是很慘 或者可能只會幾句 會喊東西 會說麻煩 會說遊樂 聽得最多就是遊樂 我不敢說遊樂 遊樂是 我看見是 我搭過小巴是 可以用英文叫遊樂 Oh my God 即是山頂那些 山頂那些 我搭過一次 然後之後 其實他們不是喊遊樂 即是他們就這樣說 什麼號碼 麻煩 這樣就會 即是那個位置下 那個司機 有很多 有少許 在薄芙琳那裡試過 有人喊遊樂 真的 怎樣喊 但明顯你那個遊樂 聲調是 噢 即是他們喊遊樂 有個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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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無論是政府上面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商業的地方 全部都有英文 所以他們 尤其是本身說英文的外國人 他們來到 就變成完全沒有需要去融入 其實這樣也限制了他們可以去的地方 因為之前我在Facebook 看到一些群組 就是一些expect的群組 其實有時候很有娛樂性的 因為他們看香港的角度 真的很不同 好像一個自己有一個bubble 是的 即是跟其他香港人看的東西不同 例如他們說 九龍 新界那些 他們會叫做The Dark Side 是的 Dark Side 他們就好像很 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講笑還是怎樣 即是有時是講笑 有時是認真的 應該是講笑 我覺得是半講笑半認真 即是這個名字本身出現 就已經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態度在看到 即是他們很不想 真的想過去九龍 很多時候他們會問 究竟港島哪裏有這個服務 即是有什麼店舖 一定要講到 但明明駛幾分鐘車 就已經過到對面海 但他們還是不想過去 不知為什麼 可能會講英文的人 越北越來越少 即是幾何級數的減少 所以他們好像很不想去 港島意外的地方 但有一個好的現象 就是越來越多 白人家庭的小朋友 都多了去本地學校 有一個Facebook Group 就是被一些 入了本地學校的外國家庭 家長互相協助 很搞笑 他們問的問題 跟Baby Kingdom 問的問題是完全一樣 但是變成英文 比如說什麼公民數 哪一家好 這家學校怎樣 這個集作怎樣 是很搞笑 但是變成英文 所以整件事好像到了平衡世界 但是這個後面就沒有這麼平衡世界 你真的完全不離開 所以在北部那些才是平衡世界 那也是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势 跟我们看可以是完全自然不同的角度 其实真的好像在外国人讨论香港的时候 在外国的外国人 他们每次都在想象着去香港旅行的状况 他们就在看天下大佛塔 看港岛 或者去一些异国风情的地方 可能那些企业就是那种的态度去看香港 虽然住在香港 那变成如果他们可以去到本地学校 有多些融合的状况 不论是他们融入去到香港主流文化 还是有某种的混合 其实我觉得都是好的发展 是的 很多西方国家都讲求融合 不同国家来的移民 都会普遍融入社区 他们的小朋友都会讲当地语言 但是香港反而这个情况就非常特别 就是很少 我想除了香港之外 亚洲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譬如日本、韩国、台湾 这些外国人的社区都比较难融入 一来是本身民族比较至少一国 另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香港来说就是 我们不是很鼓励别人去融入 即是怎样呢? 即是我们很容易就会讲英文去遷就人 你讲英文 不要紧要我讲英文就你了 而不是说 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体度就是 你来这里我们的国家 你就要讲我们的语言 你就要起码要学我们的语言 就不是说我们就你了 虽然英文是官方语言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英文是香港的本土语言 那都是一些殖民的因素 所以是官方语言 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都不可以因为这件事 利用了这个英文在官方语言的事实 而不去融入当地的社群 嗯哼 其实香港人这一个 所谓比较国际化的心境 或者是背景 其实是一个强项来的 但是同时也弱化了本地的文化 还有我觉得 这个语言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因为你如果想在 譬如说本地学校 学广东话的时候 你要同时学书面语 其实也是另一个语言来的 所以他们要跨国的难题就多很多 就是比起譬如说 华人去到英美 你要学英文 是完全不同的层次来的 就是他实际要学两种语言 譬如你看 开过电视来看 那些字幕其实都不是真的广东话来的 已经好像要学多一种语言 还要写字 是的 还要学字 有很多层很不同的东西 是的 学字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广东话是自然地学 所以最基本的难关已经过了 然后我们再学字 学字当然是难 我们再学书面语 这些这么多时间 比我们熟悉 那就变了没那么难 但是当你同时间要对应三人 尤其是小朋友 你去到识学年纪 才去到接触这几样东西 变了就好像难过登天 很多时候还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熟悉新环境 朋友又不同了 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 或者不是小朋友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还要看到一些人的态度 就是不要紧了 不用学广东话 其实也不是的 每逢有外国人学广东话 或者说广东话 其实香港人都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这种的惊讶 是有好有不好 当然鼓励人学广东话是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香港人本身 没有对外国人会学广东话 有这个期望 所以才会有这么惊讶的反应 反而在美国 一个移民讲英文 这些不是很神奇的事 一些很正常的老访要做的事 为什么香港就不是这样呢 一来那些人觉得广东话很难 我就不觉得 就是如果一个刚刚来到香港的 例如飞用、印用 它可以很快就说到一些 即是沟通到的广东话 我觉得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难 当然写字是另一个挑战 那只是说的话 其实应该不是真的那么难 其实很简单 三个月就学会了 所以 哈哈哈哈 三个月就学会了 三个月就学会了 我想起前段在网上流传 那张什么印用 在这里写下 MISS叫他去买的东西 哦 是啊 就是用 ad hoc的英文字 来拼出来 我们会放在show notes 如果没有见过的话 那之后 很多人就在留言中在笑他 就说这些不是字啊 很好笑啊 乱那么拼啊 乱那么拼 但是我觉得这些是 是很正常的东西 你学了俄语而已 那还有 就算你看到有些人 是真的很认真 香港人都乱那么拼 是 香港人都乱那么拼而已 香港人都是乱那么拼而已 你那种港女拼音 跟别人的印尼式拼音 印尼拼音 有高低之分的 是的 还有香港人见到 外国人学广东话的时候 就算很认真学 就算香港人觉得很开心 很欣赏 但是始终都是完全没有 就是别人会去到高级 或者去到流利的程度 这个期望 就是 譬如说 可能你当一个人去日本住 之后 日本人见到 你学日文很好啊 那他会觉得你 以后你会去到一个 可以日常生活 都能用到日文的情况 但是 在广东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看死他 都是学到一段时间就放弃 我觉得多数人是这样的心境 所以就自我限制 或者说 很聪明 然后我继续跟你说英文 是的 而且香港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 就是 觉得广东话很威力 因为他很难 这个是另一回事 就是 香港人会因为广东话很难学而自豪 然后就觉得 你也是学不到的了 因为香港 就是因为广东话太难了 他有九个声调 这样 是的 所以 这件事又不仅是香港人才有 有很多不同语言的母语者 例如阿拉伯文 俄文 希伯来文 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语言真的很难学 所以呢 自己会说就很聪明了 是的 这么难的我都会说 是的 我刚刚在那条希伯来品片 也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用希伯来品留言 说 哇很难啊 你竟然说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学了那些 其实 複杂度来说不是很高 难是另一回事 但是複杂就不是真的很复杂 我们好像第一集已经讲了 是吧 是的 什么是最难的 这些慢慢可以深入再讲 不要紧了 再讲 有时间再讲 我找到了 叫做Kantini School Parents Group 它是一个给一些 讲英文的家长 而他们的小朋友是去广东话学校 一个类似support group的物体 那里面的 那些帖子很多都 例如问 哪里有得学朱心算 马鞍山附近有没有 或者这间学校哪间学校那间好 Banding 怎样 这些很多都是香港家长 group 会问的东西 但是就变成英文 是一样的 学朱心算 这么厉害 是一样的 是英文 但是就变成一个帖子 很搞笑 但是他本身在新界区会不会有分别呢 可能有助他 可能 有个动力去用 马鞍山都算正常 是的 马鞍山 马鞍山是没有食物而已 少许有钱 可惨 可惨 不要这样 OK了 真的很搞笑 对于一个说广东话的人来说 好像去了平衡空间 那些东西变成英文 但是问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挺搞笑的 平衡空间的baby kingdom 是的 没错 就是平衡空间 所有东西都一样 但是唯一一样不同 就是语言不同了 是的 研究一下不同的学校 厉害 第二个平衡世界 就是那些香港人说 苏格兰哪个校区好 哪个校网好 我怎么知道 为什么会知道 那些人 我心里想是这么厉害的 为什么 又不是 我这里也有说过 例如你去看楼 那些公司会跟你说 这个校网好 其实是英格兰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听说 和苏格兰是不同的 苏格兰是你住哪里 就是派哪里 但是英格兰是否有个 佳格兰的东西 其实我不熟悉 但是我知道你住的 postcode 会有影响 对于你入院的学校 我不知道有多大影响 但是有 听说苏格兰就是你住哪里 就是你住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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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里 人家就说 你以为住阿萨来 就会读阿萨吗 哈哈 我听保有一间 有1001间 是基力的medium的小学 然后呢 有一间中学 有一个基力的学校 而那个学校 有百多个学生 就是收那间小学来的人 哈哈 很厉害的 我们迟些要开一集 讲不同地方的小数语言 讲不同小数语言 是的 我中学那时候 我那一届都有一个 是加拿大白人 来的 但是因为是女生 但是因为她从小到大 都是香港大 然后就进了我的中学 那我的中学就是一间 很普通的屋邨中学 那所以就 都是 她连连英文都拿科目奖 但是 其实除了这件事之外 都是一个很 一个同学 其实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好像那些 美国那些 读西班牙文那些 根本就是家里讲西班牙文 对啊 就是那些这样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作亲文的 老师都不敢改他 基本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 香港人去英国考A level 中文咯 不是 就是那些咯 真是 多好啊 那但是她 人十分之nice 是的 那 加拿大很难不nice 哈哈 你又对啊 反而我的小学同学 好像大了 都是很 不香港咯 就是她是另外一个香港 应该说 就是她 某些文化方面的东西 可能某些 香港的流行文化的东西 可能她会熟悉 但是 那个语言的格格 还很明显在这里 因为小学的时候 她已经是分隔开了 那 又 接触不太多了 那然后再上去她 她就想 那些又是 去方便她 这些小组型的人的 一些学校 那就不逼她去学 我们的中文 这样 所以变了 好有趣咯 一个很尴尬的文化身份 因为她既是 跟香港这个主流文化有很多接触 即她有时会说一些关于香港的笑话 但是 但是 又完全沟通不到 就是在那个层面 对 还有很多第一手资料 就是大家都 如果认识广东话的话 就很快会有些反应 很快会弄光一些 Meme 就是如果是一些比较现代的 说法 就是很快就会有很多Meme 很快就会有很多 但是如果你不认识广东话 其实很多都是不对 就是很多都不明白 就是譬如有条片子 哦 这个人那么傻 这样 这么傻 这样 那这些视频 是广东话社群 就可以很容易这样传 但是英文就难点了 难道整字幕吗 那就不好笑了 已经整件事 都是 这些很RAW的东西 是啊是啊 你想传一块 是很 很似乎她本身的 语言媒介是什么 是啊 就是直接一些比较 和语言直接有关的 比如一些口号 或者 那个官员说了什么字 啊 比如你说 中树根 指污虚有 指虚污有 那你怎么译 就是你怎么表达同一样东西 这些是 你不懂的 就是你不懂 就不懂 为什么我也是想到中树根 我想到肯定 就是鸡毛鸭蒜 英文是什么 肯肯定 鸡毛鸭蒜 肯肯定 是啊 这些 始终你不懂的语言 都是会有一些隔壁 都是 是啊 我们的时事里面 经常出现很多和语言关系 非常密切的插曲 或者笑话 这样 还有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 但是 因为广东话 它的复杂性 就是它可能有很多文化的渊源 很多历史在后面 同时 它又有 比如说口语 书面与这些雙重的身份 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这些插曲这些笑话 出现的时候 你要真的熟悉了这么多东西 你要了解了整个文化背后的底蕴 你才会完全明白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这个群体的 你不懂 是一个很大的 是一个很多人都明白的 只不过你要懂这个语言 你要在这个地方很久 你要留意过很多东西 刚好看过之前的东西 你之前的那些 你也听过 那你才会明白 这些情况 其实我在想 我们一直都是以这个 就是主流香港文化的角度 去看这些少数愿的群体 但是 如果反过来看的话 就是 会不会 它们的文化里面 有某些这样的现象 一些 就是 即是 其实我们 是 没有办法去接触到 就是 假如我们想去到 接触这些群体 其实会有些什么 隔黑呢 我想主要都是 语言的障碍 就是如果 如果你反过来 说 说英文的人 不懂广东话 就会接触不到香港 就是 大部分主流的人 会接触到的 流行文化 或者那些 就是那些 面语啊 那 反过来 香港的英文群体 也有很多 面语 是在广东话群体 是不会 不会流行到 就是之前 说过这个 Hong Kong Expat 这样的群组 有一个分支 就叫做 Hong Kong Expat 那他就有很多 很多这些奇怪的面语 好像听过 不知道什么 就是很多 所谓的 就在那裏 有很多面语 就是 是一些风格不同 就是不会是一些广东话人 想到出来的东西 嗯 有时候那些 那些很英文世界的 的面语啊 就是都是很地蹲的 都是很本土 很和香港有关 只不过是 不会是一个 普通的 讲广东话的人 会想到的东西 就是如果他不是接触过 那些 英文的互联网 可能都未必会明白 但是也真的挺好笑的 是另一种社群 其实也看到香港文化的 多面性 可能同一个 笑点 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表达出来 或者透过不同的文化 去表达出来 结果会相差很远 但是如果不是说英文 譬如说 印地语 烏语到语 其实香港现在有什么 机会 去到给我们 可以接触到 这些语言文化的 因为我知道 三秒里都学过 烏语到语了 但是我看你 都应该是 好像私底下学的 有没有什么 公营渠道 去促进 所谓主流 和少数文化的交流 其实这些都是 外面的社区中心开的 这些班是 一些社区中心 自己去协调的 找一些老师 也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普通住在香港的 可能是巴基斯坦人 他可能有些教学经验 他就教一些基本的生字 一些写字 或者一些文法 很简单地教 这些都是很容易 如果你特意找到 其实真的找到 或者说 香港某个很大的政党 他有很多班 有很多语言兴趣班 也有很多奇怪语言 也有什么 古希列文 也有拉丁文 你要学Hindi 你要学尼泊尔文 也有 越南文 泰文 这些全部都有 都可以学 要学 要找的话 也会有这些渠道 其实机会都在 但是只不过可能 宣传不足 或者可能本身 我们所谓主流的香港人 的意识不某 没有什么动力去接触 本身兴趣不大 就是你 你学英文 你是因为喜欢语言 所以才去学 通常你学英文 你有音乐厅 你有荷里活戏 你有英剧 美剧 什么都好 又有明星 又有歌星 但是你 尼泊尔文 那你有什么 出名的尼泊尔文 好看 我追这部剧 很喜欢 或者这部电影 这个明星很棒 我想学尼泊尔文 香港是很少这个情况 那时候 在一些比较 所谓英文好少少的 香港人群体里面 有一个很少的热潮 就是学挪威文 因为那时候挪威 就有一套 很有名的剧 叫Skarm 或者叫Shame 就是一套 讲挪威的高中生活 那间学校 其实很厉害 类似你当是奥斯陆的喇沙 但是他们那些 很有钱 他们都是那些 很典型的高中生 就是有吃烟 搞东西 那些东西 这个 我不知道喇沙搞什么 喇沙应该没有 喇沙应该没有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话题 前几年 这部剧出名的时候 有一个小学同学突然间 就找我 就说 你是不是学挪威文 我说 有学少少 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我有个朋友 现在想学挪威文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打了一个字 Skarm 问号 他说你怎么知道 其实也很明显 一定是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流行文化的东西 就很容易去 令到人学一种语言 就是你学韩文 日文 通常都是因为那些 文化 要是动画 kpop 这一类的东西 有几可听过 一个香港学韩文的人 学韩文是因为他很喜欢 十五世纪韩国历史 真的很少 就是因为他听kpop 他看韩剧 这类的东西 所以 香港的小到族裔的语言 就比较少 就是你很少会听到 哇这个很棒 这个尼泊尔剧 我很想学 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少了这些 可能附近会有 我也想有 就是他国际上的原实力 对 这个就是原实力 我想是他本身的原实力 加上他在香港的 小数地位 令到香港人一想起 他就觉得 这是那些人的语言 所以就不太想怎么 那你那时候在那些社区中心 还是政党的兴趣 你有没有看到 那些人的反应如何 就是报名的人 他们的态度是如何 或者他们上试的时候 是什么心态 那时候读 其实很少人而已 有些可能认识的人 有些就是对Urdu有些兴趣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的工作 要接触巴基斯坦人 或者他本身有学过阿拉伯文 有学过其他语言 那就对这些不同的语言有兴趣 那就顺便学乎Urdu 就是不同人都有 他当然是本身 他有一个动力去接触这个语言 去学乎这个语言 有时可能是因为他用 或者他纯粹是对语言很有兴趣 都有 就是这些不同的人 哦 那阿近利 我记得你早两集就说 你小时候就在家看波利活 就很有兴趣了 那其实你后来 有没有对这个兴趣有些什么行动呢 就是有没有主动多些去接触 那个文化或者那些语言 有没有啊 因为我小时候 其实是真的很被动地去接收 这些文化的咨询 就是真的 纯粹我就是觉得 我和工人姐姐一起在家 就是会看一些波利活戏 但是工人姐姐真的 就是回了家乡之后 那其实自己都 又没有什么真的 特别找回一些波利活戏来看 又没有什么真的说 要唱一些歌啊 我好像就是真的 觉得好像没有个人 在一起跟你一起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不会自己去做回 但是这样 所以就是 之后我也有想 为什么那时候就没有 的气心肝 我真的就去学人地文呢 或者是怎么样呢 现在想起 都已经过了成十几年了 好像 那其实可能是 你对那个文化 那个语言的兴趣 是源自于 你和你高人姐姐的关系 所以可能 当关系断绕之后 你就没有接触 就没有继续去接触 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机会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去这个政党的班上上 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去的话 其实我也想的 是啊 就是很多人学语言 都是可能因为一些人 或者一些喜欢的东西 而去选择去学 但是爱就是选择 有时候你学不完那么多东西 那么 就是 有时候一定要写起 有些东西 哈哈 選擇就是写起 是啊 是啊 那今次我们都说了很多关于少数族裔 少数香港的语言 香港语言政策的东西 希望大家今集都听得开心 那首先我们都想明借回呢 那首先我们都想明借回呢 我们今集的支持我们的朋友 那就包括呢 这个和音啦 沙姆 阿扎 和 Klaus 那多谢你们的支持 那如果大家都想支持我们的podcast 继续运作的话呢 都可以上我们的patreon的页面来 做和我们做些支持 这样的 是啊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podcast呢 都可以like share 是的 那还有呢 在youtube上高呢 或者在其他平台上高呢 订阅我们的podcast 那还有呢 大家呢 之后拜年的话呢 如果觉得我们的podcast好听呢 都可以和一些亲朋戚友呢 介绍一下我们的podcast吧 好吗 那我们下集再说完狂想啦